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 它将如何影响乌克兰的未来以及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几乎平起平坐 无论谁当选都将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及乌克兰的生死攸关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以来对乌克兰的支持从未动摇 然而未来的选择无疑会改变这一局面 哈里斯对乌克兰的支持明确 承诺将继续提供援助 甚至可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而特朗普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他曾试图施压乌克兰 并暗示若再次当选将迅速结束战争 但这很可能以乌克兰的利益为代价 此外随着选举日临近 关于特朗普是否会接受选举结果的担忧日益加剧 许多选民对于他可能引发的暴力行为感到不安 尼基哈利对此提出警告 指出特朗普的竞选策略令女性选民倍感不安 他的声音无意为选举增添了更多变数 总的来说 这次大选将成为关键的转折点 无论是对乌克兰还是对美国的未来局势影响深远 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些复杂的问题 为您带来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正如一场政治的马拉松 充满了惊险与变数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在这场历史性的选举中 势均力敌 彼此的支持者都在等待着最后的结果 这场选举不仅对美国内政产生深远影响 更牵动着国际局势的发展 尤其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未来的影响 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美国变成为了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 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7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现金 这一支持成为了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主要力量之一 然而 随着选举结果的临近 未来的美国政策将如何影响这一局势 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学教授米哈伊拉马特斯认为 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三种选择 减少援助 维持现状或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哈里斯的立场明确 他承诺将持续支持乌克兰 甚至不排除允许美国的远程武器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他将欧洲安全视为全球稳定的基石 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 然而 特朗普的观点截然不同 他与乌克兰的关系复杂 过去甚至曾因试图施压乌克兰政府调查拜登而遭到弹劾 他声称如果当选 将在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 虽然未提供具体计划 但人们普遍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对俄罗斯的有利协议 特朗普的策略或将迫使乌克兰接受领土让步 这一点引发了不少担忧 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也成为了关键 哈里斯可能支持乌克兰的北约会员资格 而特朗普则持批评态度 暗示不会保护某些支出不足的成员国 不过特朗普或许会将乌克兰纳入北约 是其为结束战争的一部分和解方案 新一届国会的组成将在未来的援助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哈里斯需要民主党掌控众议院才能继续对乌克兰的支持 而许多共和党人则是乌克兰的胜利为美国对中国 伊朗和北韩敌对行为的制衡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美国选民的态度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 美国人对于乌克兰战争的支持出现分歧 部分人对俄罗斯的制裁表示支持 但也有不少人对持续提供军事援助持怀疑态度 俄罗斯对特朗普胜选的期望 不仅在于特朗普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让步 还因为他可能进一步分裂美国内部 破坏其民主进程 这是克里姆林公乐见的结果 因为一个内部动荡的美国将无法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影响力 同时来自摇摆州的选民调查结果显示 大多数人担心特朗普会拒绝接受选举失败 并导致其支持者诉诸暴力 这一点加剧了人们对选举后社会稳定的担忧 尤其是在特朗普曾在2020年大选后 煽动支持者袭击国会大厦的背景下 女性选民的取舍也是选举中的重要因素 尼基·哈利指出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 对女性的不尊重言论和行为 可能会疏远女性选民 使他们感到不安 这对于特朗普来说 无疑是一个挑战 因为女性选票在这场势均力敌的竞赛中至关重要 在这场美国政治的角力中 选举结果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内政与外交政策 尤其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未来 仍旧充满变数 每一位候选人都在竭力争取选民的支持 而他们所代表的政策走向 将为全球政治局势带来深远影响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世界都在平息以待 看这场历史性选举将揭示怎样的未来篇章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里斯如果当选总统 对乌克兰的支持将更为坚定 这对全球安全有着积极的影响 毕竟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乌克兰的命运不仅是地区问题 更是全球稳定的风向标 就像旧时的罗马帝国一样 美国的支持力量能够影响整个世界的走向 楚天书 你可能过于乐观了 特朗普的立场虽然复杂 但他的主张实际上是要让美国集中自身利益 而不是把资源浪费在无法解决的国际冲突上 就像当年拿破仑一样 特朗普认为强大的国家应该更多关注自身发展 而不是卷入持续的国际纷争 谢琪琪 特朗普的政策更像是当年的鸵鸟政策 试图把头埋在沙子里 无视现实 事实是 当世界急需领导力时 美国选择退缩将会让其他不安定势力被加猖獗 哈里斯的政策虽然看似强硬 但在地缘政治中适度的强硬 其实是必要的 就像迈克阿瑟在二战后的重建努力一样 楚天书 你说的有道理 但特朗普的做法也有其现实考量 从经济数据来看 美国在超过1750亿美元的支出后 仍然无法保证乌克兰的安全 特朗普试图通过经济策略和外交手腕 而不是单靠军事手段 这其实是一种更加现代和务实的外交方式 就像川普的经商手段一样 灵活而善于谈判 如果特朗普的谈判意味着让乌克兰割地求和 那么这种做法更像是怂恿侵略者继续采取极端行动 哈里斯的支持将会持续扩大乌克兰的防御能力 这不仅有助于乌克兰自身的安全 也能遏制俄罗斯过度扩张的野心 历史告诉我们 像当年的慕尼黑协定只会换来更大的危机 然而 历史也告诉我们 无节制的军事扩张会让国家耗尽资源 正如苏联在阿富汗的困境 特朗普的策略更像是冷战时期的尼克松 通过有限度的接触和谈判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一味地推进军事对抗 这种方式对于减少全球紧张局势 让美国资源得到更好利用可能更为有效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在这场辩论中 各自表达了对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看法 尤其是有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 展现出了鲜明的对立面 楚天书强调 哈里斯的政策能够为乌克兰提供坚定的支持 并进而影响全球安全 他的观点基于一种历史的比较 认为美国的支持是一种必须的地缘政治行动 能够防止不安定势力的扩张 然而 他的论述中隐含了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观点 将美国的角色理想化为全球秩序的捍卫者 却没有充分考虑到特朗普主张的内部资源配置 与国家利益的平衡 谢琪琪则提出了特朗普的现实主义观点 认为在国际事务中 美国应更多地集中于自身的发展 这是一种更务实的外交策略 他用经济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指出美国的军事投入未必能转化未实际的安全保障 他的论点对楚天书的强硬立场形成了有效的挑战 并且引入了历史的反思 提醒我们对于军事扩张的潜在后果需要谨慎 然而 谢琪琪的表述在某些方面缺乏力量 虽然他提到特朗普的策略具有现实考量 但未能深入探讨这一策略 可能导致的国际影响 特别是在面对如俄罗斯这样的侵略者时 过度的妥协可能会威胁到更广泛的国际安全 总结来看 楚天书和谢琪琪都成功地将各自的观点表达清晰 并且提出了各自政策的历史根据与实际考量 两位变手在论证中展示出对历史的深刻理解 但同时也反映出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 在未来的辩论中 希望双方能更加深入地探讨政策的长期影响与风险 从而形成更为全面的观点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